我們這次的課程主要是跟FH有關系 FH的部分現在最新版本就是到了CS5.5 好快 你可以發現像CS3、CS4、CS5.5 其實說真的 FH是越來越難 說真的越來越難是程序的部分越來越難 因為他為了要做更多 早期的FH事實上是比較屬於單純直接動畫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今天還會跟各位介紹一個小軟體叫做Switch 這個就比較接近早期FH的時候 他出來所要做的事情 因為他做動畫的功力就比較簡單 而且我們一般稱這Switch稱這什麼? 罐頭特效 有沒有?打開一罐罐就有的那種 就可以直接吃的,不用微波 那FH的部分可能你就要先有一些基礎才會做出一些東西來 那麼現在呢 因為FH本身可以說 跨等於網路上的什麼? 這個FH斷畫的代名詞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FH事實上不是標準 它本身並不是標準 也就是說你今天去看FH的網頁的時候 他都需要一個東西 這叫FH Player 有沒有? 你們在看比如說Youtube 或者一些動畫上面 你按右鍵 他必須告訴你 AdaptFH Player 有沒有? 也就是說他如果沒有這個Player 事實上他也看不到 那所以呢 現在有新的東西叫HTML5 我們這個網頁 FH主要是用在網頁上 當然他不會用在別的地方 可以喔 新的HTML5他就會多一些多媒體的東西 多媒體的東西 有沒有聽過HTML? 沒有? 有看過網頁嗎? 網頁都是HTML這種語言 自動遠座的 那新版本是大5 那他會有一些多媒體的資源 所以以後你慢慢的會發現說 怎麼會有些東西怎麼樣? 你按照鍵雖然是動畫 可是他不是Flash 不是Flash 甚至呢 各位應該知道我們的 蘋果有沒有? iPhone、iPad 他是不支援Flash的 他本身目前是不支援Flash 所以Flash它在 就會有些地方 可能你不見得說直接用就有 好 那麼這個我的資料這裡都有 如果你萬一有需要 可以跟我聯絡一下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Flash Flash雖然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可能在有些地方不見得你會用 但是呢 畢竟他還是多數 我們電腦上做動畫的方法之一 那你可以看到 在Flash裡面他有很多 我們首先看一下 這個Flash為什麼會紅? 因為他整合了什麼? 多媒體的東西 一般我們看的網路 是不是都是比較靜態的 文字、圖片 那你現在有YouTube是有影音 那麼Flash本身就是有這些音效 影像還可以做動畫 而且大多數的情形像 他體積都比較小 還可以做一些比較高的互動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有沒有玩過Flash的遊戲? Flash Book上有很多 對不對 小遊戲都是用Flash的介面去完成的 好 那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它的優點 所以說這樣的話呢 多媒體系比較強 自然 聲光效果比較好 大家就比較容易被吸引 好那這個是一個 那麼從Flash系列13以後 事實上還有一個 你們現在在看YouTube最常見的東西 就是你雖然按右鍵它是Flash 可是它的影片並不是放在Flash裡面 而是這個Flash影片有另外一個 可是叫FLV 你們知道怎麼樣把YouTube的影片下來下來吧? 知道嗎? 有很多種方法對不對? 沒有下載過 反正可以上網就好了 不能上網地方怎麼辦? 就不要看就好了 真好 讓這個影片你就覺得很重要 或者說你想要聽那個歌 你想要把它放在這個MP3裡面 對不對? 上下學的時候也可以聽 那怎麼辦? 你要把它下載下來 影片下來下來可以把聲音拿出來 那你就可以把它變在MP3 裡面去聽 那這個呢很重要的是就是 它像CF3以後就有一個支援Flash Video 那Flash Video它的好處就是檔案比較小一點 那傳出的時候自然就比較快 所以這個是 那個 比較透明的地方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你打開之後在Lesson 1裡面 這裡有一些動畫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除了動畫的話 也有一些這種 就是遊戲的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舞蹈障礙 來 開始 闖關系的 因為這個就有互動了 好 各位很久沒有 你們考過這種題目嗎? 蛤? 11次 答對了 不要忘記時間才能記事 好 哇 這個會嗎? 對 嗯 不錯 有概念 很難吧 哪裏? 都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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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過了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掉完了 但是你就會發現 這樣有一些互動性 那 也有是什麼? 做片頭式的 哪來當片頭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常常看到 有些網站這裡 進去有一個片頭 對不對 最後就是它全部都用什麼 好 那你可以回去 讓你了解 像這些都一樣 原則上都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片頭的部分 那麼你看這個 這個就比較特殊 這個是全部互動的 這個層次就比較難 好 因為你可以拉起來 撒下去 對不對 這個蠻好玩的 那 你看 另外算這個選單 我們常常有看到這種選單 有沒有 你看他現在跑這邊 我走這邊 走這邊 有沒有援護照 對不對 好 所以這種選單 我們在課程裡面 會不知道會怎麼做 因為這個有誤動性 好 那再來呢 還有幾個 像這種 對案的 這個是對案的 對案有一段時間 很喜歡這所謂的MV 用Flash做MV 好 你可以看一下 那Flash 請問它是順量還是扁陣 它是順量的 所以你看 我放大 有沒有一樣 會不會 因為放大還其中 沒有對不對 就是你會保佑我來 還聽著回來的 我看你終於結束了 可是現實啊 常常是想翻譯 很漂亮 很漂亮 欸 你突然當作 這段話就 跳跳跳跳 要讓你們閃爍 是不是就有一種樣的效果 你還要上錯呢 呵呵呵 呵呵呵 剛剛好就不用上了 呵呵呵 你如果是這樣還有海底賺嗎 就是海底手 你有興趣,這麼小事可以再看一看 先這樣搭行 好,這樣就好了 後面其實還有,還有很多 重點是說,像這些東西還蠻好玩的 各位以前有看過這個嗎? 你們怎麼會有看過?你們年輕的小時候有看過嗎? 這是我們的時候才有 第三個名人,最近還有重出江湖一下 做到來講還蠻像的,可是這個是一個制度性的廣告 等一下你就知道,在後面 這是一個黨政的 這個有詞 這個有詞 那制度性行銷的呢? 知道是誰做的 所以這個用在廣告上 大家會覺得可能產業率就比較高一點 所以也可以用在廣告上面 另外像這種玩的 像這個其實也很多人看過 所謂的圈筆超人 就畫一畫,然後它就會動 然後就掉下來 這是你的想像的問題而已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想像 所以有很多想像 這樣它就直接掉下去了 這個畫面很長 你有平均在看嗎? 大概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Fash事實上可以做很多 有沒有看過Fash後塔? 沒有 你們都只在Facebook上面 按讚 不然就要邀請 是像Fash後塔 比如說你在生日的時候 別人通訊 生日的時候 有些網站它有提供所謂 後塔服務的 那你在上面要替點它之後 它不會直接收到 而是你會收到一個網址或是一個密碼 然後點過去之後 要把那個網址或密碼之後 它才會給你看到那個Fash的內容 就是不會夾在信件裡面 那這樣也是一種 所以這個呢 各位有通過去 那最後呢 像這個 再來看一個 設備裡面也有 可是這本書 我想各位應該沒看過 這個哪一個才 對 身分證 上面喔? 你完蛋了 這個塊板你有寫過嗎? 哪有橘子 這是誰? 不是 你們這一個也有學到 還有四學 哪一個? 第一個 這是上盤 上盤 上盤對不對 對 對 上盤 遠周路 四 三四 三四 五 對不對 還有社會的呢 哪一個? 旁內吧 唉唷 好了啦 不要再考了 哈哈 所以你可以發現 車位也好 另外還有一個最常見的 就是什麼? 現在常看到 等一下 編來編起 有沒有 那 編紙書 其實這個不算編紙書 這只是翻頁而已 對不對 翻過去賺而已 這樣了解了吧 這個現在也是很常用的 那 這些都是先給大家先有的概念 其實FH能夠做的還真的不少 那所以一般來講 FH主要用在哪裡? 像剛剛看到的 測驗、遊戲 它可以做螢幕保護程式 你也可以不能剪報 也可以變成後卡 那視訊的當然也可以 另外還可以做什麼? 360度的 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用 你們那個Google地圖 有那個人 這樣看我們類似像那種 類似像那種 所以也可以 這樣了解嗎? 好